本视频由华夏万卷联合出品 我们今天来介绍赵孟斐的书法 赵孟斐的书法很好看 一般人都会觉得好漂亮 大概就没有第二句话了 赵孟斐他非常勤劳 所有的书法几乎他都会学 赵孟斐行草凯都不错 我们挑比较特殊的 大概就是行书 小凯 行凯 还有张草 张草基本上比较少人写 赵孟斐算是一个很好的典型 如果要学张草 大概从这边入门 不过今天我们主要着重是在行书的讲解 说到行书 我们一定要讲王熙之 那我们知道赵孟斐是王熙之的谜底 他最有名的就是蓝亭十三把 那这十三把也很有趣的 他看的版本其实是叫定五本蓝亭 他有两个版本 那这两个版本他当时有 一个是朋友的一个自己拥有的 那时候因为从湖州嘛 湖州要北上 他坐船嘛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他就拿这个 每天看每天淋 每天看每天淋 看完以后再加上拔雨 总共拔了十三次 后来就变成蓝亭十三把 虽然说赵孟斐的字啊 一看就是很漂亮 那我们还是要稍加以说明了 因为很多人还不懂的时候 到底怎样才算漂亮 我大概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来看他第一个的运笔方式 我们知道赵孟斐日书一万字 表示他写字啊 很快而且很勤劳 才能写这么多嘛 又快又勤劳嘛 那他运笔的方式其实很精道 而且变化 什么叫精道呢 因为我们在写字的时候 上面其实有这些细细的笔锋 这些牵丝硬带啊 在赵孟斐的字里面啊 做得非常的清楚 第一个是做得清楚 不管怎么看你会觉得 哇这牵丝硬带 横的直的 这牵丝硬带 做得非常的严谨 但严谨中啊 他却有变化 所谓的变化 你可以发现说 这个地方的棋笔 同样一横两横三横 他的棋笔动作 一二三会不一样 再配上这一个前面棋笔 他的动作会不一样 也就是他今天在处理 每个笔画的时候 看似一样的笔画 他会做稍微简单的 不同的修饰 所以你很难看到说 比如说树画 他的树画棋笔 有没有会重复的 很少 他通常两个 都会有点不一样 就是说 他会想办法 做一点小小的变化 让人家觉得说 我的用笔是略有改变 同样在写字的时候 也会因为相同的字 重复出现 他加以变化 所以我认为他的韵笔 基本上 非常的精道 而且擅长变化 第二 他的轻重节奏 很强烈 重点在顺眼 我们知道现在 很喜欢做书法的时候 做好大好小 好大好小 看起来有点恶心 当然张梦虎不会 张梦虎的字很奇怪 你会觉得 这个粗 细 这个差距很大 有时候会觉得 怎么写这么细 这个写这么粗 你会觉得说 他这个差距 其实比你想象中大很多 你看这个这么细 这个这么重 这个这么重 这个这么细 这个这么重 这个这么细 等于说 他在做轻重缓击的时候 其实 非常的明显 但是不知道怎么样 你就会觉得说 他做的好像还蛮自然的 好像天生 他就应该长成那个样子 这就是过于不及 不会做的人 轻重 做的不够 会做的人 做的太夸张 看起来不舒服 然后他刚好介于中间 所以这种 达到一种轻重的平衡 这就是他的强项 一般人 还真的不容易学 然后在结构解体方面 严谨而有变化 一般我们会觉得说 这个漂亮的字 就是把它摆得端端正正 其实这是错误的 端正 其实就是像 一个人罚站一样 也许他长得很好看 可是罚站在那边 也觉得有点无聊 赵奉弗的字 就像一个舞者 他也许在动 也许在摆姿态 但他的姿态是属于活的 我们举例来讲 就是说 他的结构很严谨 但是不会让你觉得 端端正正 因为他会做姿态 他会做姿态 他会做姿态 所以他的字会产生一种 好像磨一个姿态 磨一个姿态 就是他的字会略有姿态 有姿态 有姿态 就是说 不像我们想说 我要把它结构严谨 然后就写的端端正正 像柵欄一样 不会 照顾我们在这一方面 做得非常的轻巧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他好像很端正 仔细看 又好像没那么端正 因为如果你把它写端正了 那就变成电脑字 然后在字的外形上面 你可以发现说 他的外形的对比 会变形 但是你会觉得它融洽 所以变形就是 有时候我们会有点 像有人指眉弄言 对不对 有时候有些人就弄得 有点怪力乱神 可他不会 他很奇怪 他的变形会觉得 那个字本来就应该 长成这个样子 举例来说 这个木就本来就应该 长成这个样子 如就好像本来就应该 长成扁扁的 气应该是稍微宽宽的 你总觉得 这个响好像本来就应该 长成这个姿态 油就好像本来就应该 长这个姿态 这个米应该就是 长成这个姿态 这应该长成这个样子 它的大小粗细 还有字的安排 当它在 比较中间 你会发现 都不一样 可是你远看 你又不觉得它突兀 所以有时候会觉得 哇 这个会变形 然后又把它看起来融洽 其实并不容易 现代人很容易 把它写得很变形 可是到最后感觉 有点变态 那个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最后 通篇的布局 其实看起来很舒服 很自然 因为你总觉得 它好像 不会太急 可是也不会太松 它总觉得 那个字 看起来就觉得 这个画面 就觉得 就是很和谐 就好像我们到一个 很好的风景区 江南的小桥流水 然后一看 哇 就觉得 就是一幅图画 哇 这个大漠风情 你看就是一幅图画 到哪 哇 就再够 就是一幅图画 你觉得它就是一幅图画 它不会让你看出来说 那里好像丢个垃圾在那边 那里有个宝特瓶 那里有个什么东西 就让你看起来 有点不太舒服 不会 所以它的通篇布局 一向让人家感觉舒服 而且很自然 那这个都是属于 它个人特有的能力 刚才讲那么多 看起来舒服的东西 你可能说 老师很多人都写成这样子 错错错 我找一点不舒服的 让你看一下 我们来看 这是乾隆的 你看这种字 油油的软软的 每个字大小 每个字的大小重量 都看起来差不多 然后看起来又软啪啪的 好像一个 绳子在那边滚来滚去 就觉得就清了这样写字 它虽然还蛮喜欢赵孟芙的 可是写出来 真的差很多 你就觉得 这个好像是一个 粗的一点的签字笔写出来的 没有什么粗细轻重 只是把字摆上去而已 所以一看就知道不行 那你可能说 老师你骂那签筒不准 你要找书法家 好了 那我找个书法家 我找唐伯虎 唐尹 唐伯虎点秋香 当然故事是假的 那我们来看唐伯虎 唐伯虎你看 他也是 你说老师你看 他也是有轻轻重重 轻轻重重 他也是动作大小 基本上唐伯虎也算是一个 我认为他是二线的书法家 跟赵孟虎一线 他叫二线 差在哪里呢 差在用笔比较弱 空间的分配比较松 那你说老师这看得出来吗 其实看得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你仔细看 你会发现说 赵孟虎在安排的时候 那个中间字 那个紧密度 中间的缝隙 不管是粗或细 可能有时候比较细 中间缝隙的紧密度 缝隙的紧密度 跟我们的二线的书法家来比 你会觉得他总结果好像略松 这个空间感的分配 略松 总觉得这中间空间感的分配 好像那个空隙空白的特别多 不管是出货隙 空白的特别多 然后遇到那个线条 你总会觉得 这个好像看起来 好像铅笔有点弱弱的 写细线的时候就觉得 有点弱 可是我们来看赵孟虎 他在写细线的时候 这种线条 他是囚禁的 他的细线的时候是囚禁的 细线的时候他是囚禁的 细线细线是囚禁的 可是如果我们来看 这比较我认为比较二线 你会觉得这种线条 似乎某种程度弹性不足 弹性不足 也就是赵孟虎 他的解体确实比较紧 然后细线还是很囚禁 那如果是二线的话 虽然有做出粗细 可是他的空间感就是分的比较松 然后他本身的线条 他会觉得比较弱 这个就是一线二线的差别 那赵孟虎虎 比一线的书法家 比如说文哲铭 祝尹铭 这都一线 那你就来看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文哲铭也写得很好 但他的风格取向 比较干枯 如果就是一棵树的话 两个都是树来比的话 他是比较有茂密的 有刚长出来 有的长得比较老的 有比较粗的质干 那文哲铭 这棵树比较枯 因为他写的时候一项都比较硬 所以就偏比较老一点的树 所以这两个的特质不一样 那我个人当然会比较喜欢 这种比较稍微一点丰美的感觉 那这种会比较干枯 就看你的艺术取向 那如果祝宇明的话 你会发现说 祝宇明好像写草书非常好 没有问题 一级棒 但是就行书来讲 如果要跟赵孟福比 我觉得这个档次 还是稍微差了一点 因为行书写这样子跟他比 我觉得赵孟福还是优秀 赵孟福还是优秀 但是如果说祝宇明的草书 那当然是优秀 那一定比赵孟福好看 那不一样的取向 这是跟比较好的书法家来比较 刚才帮赵孟福讲了很多的优点 那其实书法有时候 倒是又不是只看你的作品 有时候也要有一些附加的 陪衬的 那我举了几个面向 对于赵孟福来讲 它是有加分效果的 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人格加分 其实它间谍情深很有名 为什么很有名呢 因为赵孟福曾经一度想纳妾 然后他老婆管道生 就写一个我农词 就你弄我弄 然后看完以后 赵孟福就说好了 就决定不纳妾了 那其实以以前的概念来讲 纳妾其实很正常 但是后来他就真的没有纳妾 所以这个对他人格来也是加分 我们的人口有一半是女性 看到这样子 当然赵孟福对他就 有点另眼相看了 觉得不错不错不错 那管道生的字当然跟赵孟福很像 以前还有赵孟福帮管道生代笔过的 不小心写成赵子昂 然后赶快涂掉再改成他老婆名字 反正他们两个也有很多事可以说了 好这个是人格加分的 第二个加分叫学养家 赵孟福是诗书画印全能的 原人冠冕 而且还散音律 通佛学 他还有一个朋友 中风和尚 常常写一些尺读给他 你假如要写他尺读 一定常常写到中风和尚 好了 那这里面其实要特地提了 讲他的话 雀华秋色 雀华秋色图卷 那元朝人应该属一 属一的 第一名的 没有人可以跟他比的 当然这里面 前楼梯吧 当然也不少 花花的很多都前楼梯的 实在是受不了他 中间不是 中间赵孟福吉的 再来我们要熟气一点 外貌 加分 颜值高 因为我们知道 张孟福是宋太祖 第十一世孙 据说元氏族 召见他 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 就说 神采秀逸 朱鸣欲润 然后干脆说他什么 神仙终人 这颜值高 天下降下来神仙 其实应该说 王羲之是一个虚无缥缈的 因为他残存的末衣不多 赵孟福就好像他派下来的 派来我们这个凡间 教我们写书法的王羲之代表人 那加上他的外貌很好 他说那就神仙终人 所以叫 颜值加分 再来 他的影响力加分 我们看他有几个特别的东西 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我们来看举例来讲 就是说 第一个 他是书画同源的实践者 提当然不是他提 应该是唐朝的张艳元 但是提归提 谁能落实呢 赵孟福 赵孟福是书画同源的实践者 他落实了 从此 绘画不是只有画风景 而且要画画家的心境 当然他最有名的是 缺乏秋色图卷 缺乏秋色图卷 这个对于画画的影响 其实十分深远 再来 文人印的实践者 什么叫文人印呢 因为早期 你看那些作品写一写 都没有盖印章的 赵孟福是盖印章的实践者 其实元代也有另外一个比较小 年纪稍微小一点 吴秋言所住的雪谷边 是比较有系统研究 但真正实践的 还是赵孟福 他倡导最厉 你可以在他后面看到很多 赵氏子昂 或是松雪斋 水晶公道人 赵氏书印 他基本上盖的 圆珠印比较多 就那个线条一点圆圆的 珠印 珠印就盖出来 是红色的印尼 他旁边挖掉 字凸出来 至于说凹进去的那种 白纹他就比较少 后来就影响到后面 你知道到后面到 明朝的时候纹捧 到时候就自己拿那个石头 在那边磕磕磕 后来才知道 原来有钻磕这门学问 所以他是一个实践者 领先者 再来赵孟福的小凯 这个我不知道 算加分还是减分 因为这有点无名化了 就是说赵孟福的小凯 写得非常好 那传到明朝的时候 审渡写那小凯 那名称主就很喜欢了 后来大家都 你也知道上行下校 大家都全部都模仿成 审渡那种小凯的样子 那后来叫做 明朝我们叫台阁体 可是到清朝 我们就把他名称叫管阁体 其实差不多的 然后他的滥伤呢 滥伤当然是来自于赵孟福的小凯 这有时候也不能怪赵孟福 因为赵孟福 你说他是台阁体或管阁体 有点过分 因为他真的没有那么差 但是后人在模仿他以后 会加以简化 因为技术不到嘛 学不到那么多技术 那我就简化 把原则简化 然后写出最漂亮的字 那事实上跟赵孟福 已经不太一样了 我常常讲说 再好的字啊 如果很多人学啊 到最后烂大街了以后 就所有字都难看 所以这个影响呢 后世是很深远的 那只是后人没有学好 其实也不能怪赵孟福 但是可以证明赵孟福 真的很优秀 当然他对后世的影响 也是加分的项目 康尤为广义搜商集里面有提到 就是康熙雍正 大家喜欢董其昌 可到乾隆的时候 大家比较喜欢赵子昂 就是赵孟福 所以在乾隆的时候 梁施政写的行书啊 其实还蛮像赵孟福的 那一路的 那因为皇帝喜欢嘛 大家知道皇帝喜欢 下面都会通通学 所以那时候赵孟福的字啊 也算是风行草野 那前面有讲这么多啊 对赵孟福推崇辈志啊 其实只有一个私心 那个私心就是 天下第五行书啊 一定要给赵孟福 我们知道天下第一行书 蓝亭旭 既只搞 韩石帖 再来我认为是属树帖 宋朝以后 再来就应该 总要轮到赵孟福了吧 所以我认为 天下第五行书 非赵孟福不可 那赵孟福那么多优点 其实就有一个缺点 他太勤劳了 写了太多优美的作品 每个作品都非常好 你根本选不出代表作 就是每个都很好 哪个是代表作 就都很好啊 每个拿出来都可以当代表作 那变成完全没有代表作 所以啊 这个要哪一个字前拿出来 作为赵孟福的代表作 基本上无解 那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三个 大概就是赤壁富 洛神富 跟贤孟福 那你说老师 啊如果你自己要选 你比较会倾向选谁啊 啊我自己的私心 我比较选赤壁富 这个理由其实也很简单 这三个作品 在市面上流传最广的 我认为是赤壁富 而且大家朗朗上口 大人小孩谁不造赤壁富 你说洛神富我还背不出来 你说贤居富我也背不出来 那赤壁富一定大家都背过 所以第一个文章特别 流传特别广 大家特别熟 加上他也写得非常好 其实我个人是比较主张赤壁富 最后 我来做一个总结 如果你想写行书 我认为入门最好的教材 就是赤壁富的行书 第一个他勤劳 第二个他写的作品多 第三个他没有怪模怪样 第四个他真的非常的好 所以你不知道该挑谁 你就直接写赤壁富吧 就这样子 好了 那我们今天赵梦虎的欣赏 就讲到这边了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们下期见